你这情绪都控制不了 你别说东山再起了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日落西山你不陪 东山再起你是谁 同甘共苦你不在 荣华富贵你不配 生活真正的强者 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把自己受伤的心拿出来 风风补补地又再塞回去 第二天早上 又信心满满地 该干什么干什么 你的那些情绪啊 其实你晚上拿出来 喝点酒 咱们咱们自己 这段时间受得苦 但是只要早上太阳一升起 就应该把自己 重新归零地重新开始 你说你怕因为自己 承认了自己在开滴滴车司机 而没有做电商 所以原来的那些渠道都没了 但事实上 要把一切渠道留住 要把所有以前的朋友都留住 最大的成本 是人心的成本 如果你非常坦诚地说 我现在在开滴滴车 但我心病没有死 如果有那么一天 兄弟那个时候 在帮帮我 其实这种话很坦诚 倒反而留得住朋友 但你天天说的那些 不招四六的话 说的那些自欺欺人的话 别人反而不会 把你放在心上 你搞那些场面上的话 那些塑料画 别人心里会在想 这小子还在装呢 你又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败了就败了呗 敢承认失败 尤其是敢跟大家承认失败 这本身才是真正的 开始事业的勇气 所以还是那句话 刚才曲伟在说的时候 说什么叫真正的败了 你都不明白 你老婆说就是妻离子散 所以说你啊 只有一点还算聪明 不肯离婚 就这一点最聪明 因为你要知道 家在一切都在 爱人在一切都在 但就你这种损法 很有可能老婆就不在 所以咱能不能克制住 自己的情绪 你晚上发发牢骚 没关系 早上起来该怎么工作 就怎么工作 因为抱怨没有用 家很重要 就这 其实都充分理解 人到中年 赔了钱 老婆在耳边呱噪 自己想的是朋友看不起 其实真的朋友 不在乎你有钱没钱 明白 我知道 真的好朋友 不在乎这个 跟你的地位有什么 没什么关系 那是真朋友 没啥好说的了 回家好好过日子 别理了 她心里其实 我觉得怪自己的成分更多 把家里钱赔了 我怎么混成这样是吧 没事 谁没失败过呀 得嘞 接下来一起 进入你们的一个温情时间啊 来 真情六十秒 我说 你没关系 我会不见到你 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这一种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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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来吧 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